大家好,歡迎收看Bee巴拉托 上次分享到股市 當每次遇到5%至10%下跌時 我會掙扎究竟是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還是紅市的來立 亦分享到操作上的困難和心態上的自處 這次主要分享三個 你應該要避免 或者如果你已經置身其中 儘量把比重減輕 如果遇到大件事 你都不會損手爛距的程度 比市場更大 甚至是永不超新的情況 當然是錢來的 都應該永不超新 無論如何 現在我們從種種的跡象去觀察 市場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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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說的是美股 大部分資金正在追捧 美股 以技術分析來說 就是一種 牛市第三期 問題是 即使沒有一些重大的經濟數據 的滑落也好 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超過價值 如果股市場的經濟數據 現在股市場的經濟數據 如果股市場的經濟數據 調整的幅度 都可以有20-30% 那麼厲害 所以這值得注意 哪三個值得避免呢? 第一是借債 很多時候 我們會借錢來做投資 最常見的借錢投資 當然就是買樓 很少人會一筆過給 因為是五花算的 你聽到坊間有些人一筆過給 我會笑他愚蠢 又或者純粹是因為背後的原因 他不能夠在銀行上 一個正常的途徑來借到錢 以至於他要選擇 比高一點的首期 甚至要一筆過 否則你為何不開心地 亦不會有一種 所謂的margin call的出現 當然你首期的比重 如果過分低的時候 你遇到一個樓市的下調 好像很不幸地 03年的時候 出現負資產的情況 但是除了這種投資之外 我們平時投資都可以開啟 一些margin的戶口 來做一些leverage 我不是完全否定這件事 因為始終你有一個margin的時候 如果你看得準 買得好 或者是一個大星市的時候 亦都真的可以配增匯報 但是既然現在去到這種情況 我相信 比較好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需要去調整一下 你reverage的比重 或者慢慢去reverage一下 現在利息這麼低 所以我不推薦你去還好 那些mortgage的錢 我現在針對的是 股票投資上的leverage 如果你有的話 可能是一個good moment 去deleverage 因為你既然都賺了這麼多 那麼收窄少少 對你的reverage 其實不會太大 不會賺少太多 因為那個升幅 可能沒有肉食 但是利息又利用罩 每個月 這是其中一個suggestion 第二個suggestion 就是很多時候 因為股市升到差不多 傳統帶藍醜的股票 都沒有肉食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被引誘 去買一些自己都不太清楚的 投資項目 這個也是 為何牛三的時候 會有這麼多的獨角獸IPO出現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其他傳統的賺不到的時候 不如放手拼一招 反正又多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想賺了更多的時候 想著再賺多一筆 這是正常的心態 不過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 除非你很清楚認識 而且有足夠的資料 去了解這些類型的 不只是獨角獸 是一些新嘗試的一種投資 無論是角獸也好 Bitcoin也好 Pirate Equity也好 又或者一些不知名的 古靈精怪的股玩 各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好 你一定要清楚掌握你自己投資 如果不然 你很可能 就像倫敦金 Extreme Case 好像有個股評人 推薦你去買那些夾公仔機 這些都會令到你血本無歸 而且更容易血本無歸 那又何必呢 第三件事 就是可能有一些股票 這個比較普通少少 可能有一些股票已經超過價 實際上已經超過價 不過因為我們在牛三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傳統的分析 哪怕技術分析 momentum的時候 它的momentum上升的時候 就繼續上升 甚至乎技術分析的時候 它公司的前景套路又會繼續好 而市場的環境又會繼續好 而你就算用Market on average的PE ratio 它那個Average justify 又可以的 在這種情況 所有的分析員 都會繼續唱好那類型的股票 直到某一天 發覺它差不可以了 沒有以為界的時候 就一個大崩盤出現 既然在這種情況 就會有一種掙扎 究竟你繼續拖下去 全部人都說好 還是你在那時候 慢慢把你的比重減低 甚至乎 如果你本身沒有持貨 你盡量不要追進去 這個是三個現在的情況 不管是調整還是會有大幅度的下跌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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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